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肩中炎最大的问题就是平常肩关节僵硬 平常我们拿个东西或者抬个胳膊都觉得非常的费劲 特别是过了50岁的人,肩膀抬不起来 觉得平常生活也非常的不方便 今天李老师要教大家自己在家中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可以增强你肩关节的活动度 能够缓解肩膀的僵硬还有疼痛 这个东西只要是一根细长形的就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用晾衣杆,可以用擀面杖,可以用竹竿 但是这个东西的重量不能太重 大家看我手中现在拿的是一根刚刚从花盆里面拔出来的竹竿 接下来大家就认真看一看我的做法 拿好自己的小工具,你站着练习或者是坐着练习都是可以的 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肩关节前驱 双手的手心朝上握住肝子 靠近身体,保持肘关节伸直 之后你的双手同时向上举肝 举到自己极限的位置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感觉到有轻微的疼痛就可以了 能举高的举高一点,举不高的举低一点 肩关节受限的时候啊,你是举不了这么高的 或者是你会感觉到有一边比较轻松,但是另一边举的时候很痛 这是非常正常的,举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保持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放下 可以重复做这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叫做肩关节外展 一手的手心朝上握住肝子的末端 另一只手握住肝子的另外一边 大概呢,这个距离是两倍于你的肩宽的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大家找的这个肝子呀,不能太短 要至少是你肩膀宽度的两倍 好,握好之后 竹竿靠近身体 保持末端的这个手臂 就是握住肝子末端的这个手臂啊 它的肘关节伸直的 另一只的手臂可以弯曲 然后我们用这一只手来推动肝子 让你的手臂外展直到最高点 或者是你感觉有疼痛的位置 坚持几秒钟 缓缓地放下 好,重复练习 然后换另一侧 左手放松 右手掌心朝上握住肝子的末端 手臂伸直 缓缓地推动 从而带动你肩关节向外展开 注意这个肝子呢 一定要贴近自己的身体 不要离得太远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叫肩关节后身 把这条肩子呢 把这条肩子呢 放在自己的身后 双手手心向后握住竹竿 保持挺胸收腑 不要弯腰寒胸 然后双手向后抬肩 抬到自己最大的位置就可以了 保持一会儿 慢慢地放下 重复练习 第四个动作 肩关节外旋 两肘曲肘90度 一条手臂握住肝子的末端 另一只手呢 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握住肝子 一个随意的位置就好 但是双手的手肘啊 弯曲成90度 然后握干的这只手 推动末端的这只手 手臂向外展开 这样呢 就只有你的小手臂 是向外展开了 但是大手臂 是没有离开身体的 大手臂仍然紧贴着身体 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肩关节 它是一个外旋的活动 在自己的极限点 或者疼痛点 保持几秒钟之后 然后恢复原位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着 外旋的这一侧 肘关节 呈90度 如果感觉实在是 肩膀很痛的话 可以在你的腋下 夹上一个毛巾 保持夹住这个毛巾 不掉落 这样可以减轻疼痛 好 换另一侧 手肘90度弯曲 第五个动作 肩关节内旋 双手曲肘90度 掌心朝下握住杆子 大臂贴近身体 一只手握住杆子的末端 另一只手随意地握住杆子的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用握杆的这只手拉动杆子 带动末端的这只手臂 向内侧移动 一直移动到自己的极限处 你可以移动握杆的这只手臂 这样能够保证你的肩关节能够内旋到最大的程度 保持一会儿 然后放松 好 保持一会儿 放松 换另外一侧 这是我们手臂内旋的动作 根据我们每个人身体情况的不同 每个动作大家可以做10个到20个为一组 每天你可以做上三组 但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不要过度用力 而且也不要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疼痛 接下来我给大家把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再演示一遍 那方便大家记忆 每一个动作我给大家做两遍 大家要注意看了 第一个动作肩关节前驱 一 二 第二个动作肩关节外展 一 第三个动作 肩关节后展 第三个动作 肩关节外旋 肩关节内旋 一 二 这次锻炼方法 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 这几个动作我们不用杆子其实也可以做 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 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用工具的话呢 你可能对自己下不去手 锻炼的次数还有锻炼的力度都不太够 不太到位 并且呢你坚持不了几个 但是呢用一个小工具这就不一样了 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控制自己的动作 特别是像我们后面做的几个左右外展啊 左右外旋这样的动作 那么另一只手 它的推动的这个作用呢 就能够让你更好的能够达到自己身体的极限 并且你在做起来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费力了 因而呢 我们借助小工具的锻炼效果 是要远远高于咱们徒手练习的效果的 所以啊 如果你觉得肩膀疼 肩膀僵硬 我们平时锻炼不太到位 这些朋友们呢 赶快找找家里 看看有什么能用的小工具 赶紧锻炼起来吧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